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个可爱的飞黑弹头 两人为了黑弹头争来争去 陈耀金说 御师公肯定打不过秦叔宝 御师公让他去把秦叔宝找来 陈耀金表示 自己留作人质 让秦王去找 御师公虽然脑子笨点 但是不傻 他说关大子走了 留你有啥用 最终李世民答应 让陈耀金回去找秦叔宝 他留下当人质 在陈耀金离开的状况时间 李世民两人聊了起来 李世民知道 御师公是太原人 他说咱们是老乡 你为何要去投靠刘谷舟 御师公不说还好 一说就来气 说他本来是冲着李世民的名气 去投靠大党 可是却让他当伙夫 多吃两碗饭还不让 李世民说 他一直在同宽招兵 根本没有去过太原 而且像御师将军这样的人才 比如说多吃两碗饭 就是天天山珍海味又何妨 御师公表示 你这人说话 我还挺爱听的 不过你身为王爷 仍为了将军当人质 这一点我挺佩服你的 没想到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主子 李世民让御师公加入大党 和他一起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 御师公顶了点头 可是突然像醒悟了一样 不行不行 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这刘武周待他不薄 他最恨不忠不义之人 如果李世民再说话就不客气了 这时候秦叔宝来了 两人见面就打了起来 秦叔宝一对金简 御师公一赶钢鞭 叮当之声响彻山间 秦叔宝一招制服了御师公 想一点打死对方 李世民赶紧叫停 说御师公也是有情有义的大将 让秦叔宝放过御师公 御师公说 他今天押送一天的粮草 又累又饿 明天振钱再打 之后感谢秦王的不杀志恩 说欠他一条命就走了 李世民等人回去之后 商量了今晚的事情 徐道长表示 今晚的事情虽然危险 不过也有所收获 这御师公虽然有勇无谋 但是却忠心耿耿 信守诺言 连咬金都能骗他 是不是可以设计 让他归顺大唐 跳进心想 什么叫连一程咬金都能骗他 能不能给点面子呀 嗯 牛逼子道长 徐道长做了部署 白天宋金刚又让御师公 去押送粮草 趁这个时候 秦兄带兵攻破了白碧关 而陈耀金在路上 故意把御师公引开 两人在草空里捉迷藏 唐兵舍用御师公手下之后 将粮草烧了 等御师公发现 粮草被烧 回到白碧关 被秦叔宝拿下了 秦叔宝让他投降 宋金刚已经被他打死了 将御师公押送到李世民面前之后 李世民又劝他加入大唐 御师公不服 说从来没有和秦叔宝 真正正中打一回 每次都是在他体力不支的时候 而且刘伍舟 在他御师公最落魄的时候 收留了他 可以说是恩重如山 怎么可以因为丢了白碧关 就另投他出 李世民明白 一定要让御师公 心服口服 才能归顺大唐 就把白碧关还给御师公 御师公说 光有白碧关不行 粮草被烧了 他还要一些粮草 这样才能和秦叔宝打 李世民答应了他的条件 御师公表示 李世民真是好样的 如果他败了 绝不实验 归顺大唐 徐导长分析 宋金刚已死 刘伍舟知道 御师公有影无谋 竟然会来到白碧关 只要他动身 就有把握 让御师公俯首称臣 御师公回到白碧关 打算闭关一个月 就是不和秦叔宝打 半个月后 刘伍舟来到白碧关十里之外 被唐兵埋伏 死了 白碧关内 御师公听说 刘伍舟在关外被困 不能进关 他赶紧出关 去救刘伍舟 可是发现 穿着黄袍的人 居然是陈敖金 御师公刚要跑 被秦叔宝拦下了 给他拆出了刘伍舟的尸体 御师公答应加入大唐 只是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后葬刘伍舟 第二 让陈敖金给刘伍舟 披麻带笑 陈敖金说 这主意是徐道长出的 徐道长说 好吧 他也带笑 第三 就是让秦王李世民 从御师公的胯下 钻过去 众人都说 秦王地位贞贵 怎么可以受胯下之辱 李世民表示 当年韩信 受街头无奈 胯下之辱 全当儿戏 如今他是从御师公 这样大将军胯下 钻过去 与之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夜晚给刘伍舟 搬完葬礼之后 御师公岔开双腿 等着李世民钻过胯下 秦王 这回我是真服了你了 知人有心意 全在你秦王身上体现 我御师公 跟定你了 跟你一起 出生若死 上岛山 夏花海 全屏里一句话 就等你这句话 好 御师公加入了李世民旗下 可是陈奥金说 他像个野人 大胡子拉叉的 夜晚御师公 偷偷把胡子剪了 不过还是被李世民发现了 李世民下令 不准全军上下 尤其是程将军 对御师公剪胡子一事 进行议论 李世民平定了刘伍舟 事实后攻打洛阳了 王世聪让罗成出战 李世民这边 御师公请战 说自己自从祥堂之后 公吃饭 没干活 结果他和罗成打 两只就被打败了 御师公回到大营 被陈奥金一顿奚落 御师公表示 有堪有啊 御师公说 如果他赢了 御师公要磕三个响头 御师公答应了 结果在战场上 陈奥金和罗成说窍窍话 兄弟 让我赢一次 那黑探头一直在后面看着我 罗成就故意输给了陈奥金 变成的御师公着急了 这黑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了 看来自己输定了 回忆就给陈奥金 刻了一个响头 罗成回忆之后 被王世冲一顿骂 下次还让罗成出战 不过王世冲要亲自监督 战场上 王世冲那手下拿着武器 把冰冰压了上来 罗成和陈奥金的一战 拿出了一点真本事 陈奥金让他不要动真葛的 自己撑不住了 罗成只好划伤陈奥金 陈奥金喊了救命 御师公拿着钢鞭出来救人 他说马上功夫 打不过敢不敢下马 没想到 御师公还要上马打 可是他也不笨 上了马就骑着马跑了 罗成大获全胜 王世冲很是高兴 可是罗成也知道 王世冲挟持冰冰的事情 陈奥金同样知道 他劝罗成赶紧离开这里 他不想冰冰和罗成有危险 那罗成怎么才能离开王世冲呢 还是得冰冰想办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观众你们 我们下期见